我就跟他说 他就说了一句说 听不懂台语干嘛来结这样的意思 然后我就说 我去找一个听得懂台语的同事来帮你结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宁萌 最终我的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从刚来台湾 每两个月我就找到工作嘛 然后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也是坐吧台的 但是呢 我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呢 有调到柜台 然后我就发现坐柜台 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轻松啦 坐吧台可能就只要学会SOP 然后做饮料就可以了 然后平时对接的啊 都是自己的同事 也不用直面的去面对客人 就自从我坐了柜台之后呢 我就发现 我们柜台直接对客人 然后讲话聊天啊 基本上跟我们就是会聊天的客人 多嘛都是会问你一句 听你口音还有看你说话方式 好像不太是台湾人 然后就是会问你来自哪里啊 就像朋友一样聊天 或者说他们用台语跟我对话 发现我不懂的时候就会问 你听不懂台语吗 如果是真的一些比较年长的客人 需要跟我用台语的话 我都会叫我会懂台语的就是同事来结账 像我最近也有一个大陆的同事刚入职不久 就是已经问到他有一些困扰了 就是觉得哎为什么每个客人都会想要问一下我是哪里的人 那听口音不是台湾的那肯定是别的地方的嘛 我也有跟他说就是哎客人想要跟你聊天而已 不用太在意其他的 就是大家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嘛 就是你从哪里来的 你是哪个省份的人 不用特地的去计较这种东西 那也没有人会因为你是大陆人就会觉得你怎么样的 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个例 那这个个例其实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其实我也知道啦 因为我有遇到过 他说有一组客人呢 就是听到他是大陆的口音 就一直跟他用台语对话 然后呢那个客人就 反正讲了讲一堆我也不会讲台语 我就跟他说他就说了一句说 听不懂台语干嘛来结账的意思 然后我就说 我去找一个听得懂台语的同事来帮你结 那反正我懂台语的同事在帮他结账的时候呢 那个先生呢其实就不是很开心 就是觉得可能是我们耽误到他的时间 后面我的同事结完账呢就跟我说 这个先生呢是常课 以后呢如果你们听不懂台语就叫我们来结 因为听不懂台语给客人同事造成麻烦 当下内心也挺抱歉的 我真的很愿意去学 但是学的进度怎么样的我真的是掌控不好 我不是说真的打击到我一下我就不学了 不是但是呢我是真的觉得这种还是会有一些些挫败感 就是一个个例 还有一次呢就是我去接我要喝的热水 但是我忘记我的盖子没有拧好 然后呢就表演晃到了手上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哇塞 那我就马上冲到我们林贵的洗手台去冲凉水 然后我冲到一半的时候就想说 哎该死了为什么我会烫到手 觉得自己好蠢 然后我在那里就是在自己念自己的时候呢 那个当下就有一个客人呢就拿着他的一个精油 就拿着他的薰衣草精油过来跟我说 这一个对烫伤非常有用 那我当下真的是愣到 我觉得哎为什么你知道我被烫伤 他可能也看出我想要问什么 他就说哎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刚好看到我被烫的那一瞬间 然后他朋友的包里呢刚好就有这一个精油 然后他朋友就跟他说这精油对烫伤很有用 我其实当下不太好意思用 我就跟他说不用不用 就是也没有烫到特别的要紧 就是只是红了一下而已 他就一直说虽然是烫红 但是过几分钟可能就会起泡 这一个只要涂上去就不会起泡 我说哎那么有用的话 那客人也这么诚恳 我也不好意思再拒绝别人 就给他就是当下就用了一下 其实有一些客人这种小事看到的话也是会帮忙 当时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有被关注 有被重视一样 就觉得哇塞感觉好温暖好暖心哦 那我刚开始坐柜台的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别人为什么一直问我是不是大陆人吗 我都会觉得哎客人这么问我是我什么言辞不当吗 还是我讲话太直接客人会不会对我是大陆人这个身份会有什么想法啊 但是呢时间久了真没遇到过什么台湾人直接当着我的面说 哎你是个大陆人我就不要你结账 真的没有那第一个客人讲他呢也不是因为他对我们大陆的身份有什么 只是觉得我们听不懂台语可能让他的那个沟通上啊有了那个障碍 所以他当下可能又有什么事情伴着他了 呃或者着急去处理别的事情停车事情啊 所以呢他才会觉得我们听不懂台语很麻烦 那这一个我都很理解 说真的我也不会觉得我自己是大陆人 然后在这边生活有什么障碍 那台语呢真的是还蛮想真的学尽快学会 那说不出来至少得听得懂 那这样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那这就是我做一个柜台人员 然后直接面对台湾的客人这边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你说他们对我们是什么态度呢 我觉得呢多么都是好奇 为什么这边结账柜台的小姐是大陆人啊 然后你怎么会来到这边呢工作啊 呃是怎么过来的啊 假过来的 嗯对我们就是这样跟客人聊天的 那客人呢基本上对我们态度都挺好的 就是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有客诉的时候 那大概那个时候客人也不会管你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 我只要你帮我解决问题 因为我的个人身份而去客诉的案例啦 我是没有见过 那这一期呢就到这里 帮你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也可以追踪我的脸书和IG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